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是图层 通常认为Photoshop有三大核心内容 图层、门板和通道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视频来给大家解释清楚什么是图层 在Photoshop中选择新建 这里画布大小不重要,我就随便选一个 点击创建 然后就能看到在图层这个面板里面 出现了刚才我们新建的这个白色画布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图层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图层理解为一张纸 多个图层就是把不同的纸叠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板下面有个加号 这个是创建图层的按钮 点一下这个加号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空白图层 因为它是一个空白图层 也就是说不包含任何的像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没有任何的改变 现在我选择我们的画笔工具 然后用黑色的笔刷 对它进行一个涂抹操作 大家看到的好像是我把原本白色的画板涂成了黑色 但实际上我是在我们新建的空白图层上面操作 原本的白色图层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图层面板前面有一个小眼睛的图标 只要把这个眼睛给它关掉 就可以把这个图层给隐藏起来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原本的白色图层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两件事情 一个是图层有顺序之分 上面的图层会遮盖掉下面的图层 第二个是在上面图层进行的操作 不会影响到下面的图层 这就好比你有两张纸 你把它们叠在一起 那下面的这张纸上的内容自然就不会显现了 你在第一张纸上写字或画画 也不会影响到第二张纸 好,接着我们就再创建一个新的空白图层 然后用悬框工具画一个圆形 然后再用画笔工具选择前景色是红色 给它涂抹上红色 再次新建一个空白图层 这次用套索工具给它画一个三角形 然后选个蓝色的画笔 给它涂上蓝颜色 这样我们就又得到了两个新的图层 现在选择工具栏中的移动工具 选择我们当前的蓝色三角形图层 然后把它移动到红色的圆形上面 可以看到因为这个蓝色三角形的图层 是在红色的圆形图层上面的 所以它就遮盖掉了下面这个红色圆圈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图层的顺序是可以改动的 我现在把这个蓝色三角的图层 给它拖动到我们红色圆形的图层下面 可以看到图片的顺序就给反过来了 大家现在可能觉得这个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只有三个图层 但有时候我们修图会用到几百个图层 这时候就会非常考验你的空间想象能力了 还是回到我们的面板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不透明度 这个的话是可以调整我们图像的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越低,图片就越浅 调到0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是给它拉回到100% 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些图层 其实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们都是像素图层 所谓像素图层就是由像素组成的具体画面 就像我们的照片一样是由具体像素所构成的 但还有另外一种图层 我们称之为调整图层 它不是由具体像素构成的 我们把鼠标移动到下面这个半圆形的图案 然后点击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菜单都是一些调整图层 比方说我现在打开色相饱和度这个调整图层 我们移动这个滑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发生了变化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这里的白色背景没有发生变化 是因为这个白色本身就不受色相和饱和度的影响 并不是说因为它是背景 所以就不受这个调整图层的影响 这里调饱和度也是一样的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想要问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调整图层呢 我们之前几节课讲的调整工具都是直接在图片上进行操作 没有使用调整图层 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其实调整图层的最大好处是它可以随时回来对这个图片进行修改 打个比方说我现在又对这个图片进行了很多的调整 参数我就不调了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好 现在当我想重新调整它的色相和饱和度的话 我只要选中我们之前的这个调整图层 然后可以对它的参数进行重新的修改 包括如果你不想要这个调整层了 你可以直接把它前面的这个眼睛关掉 或者直接把这个调整图层拖动到我们下面这个删除按钮 把它删掉就可以 这是我们直接在图片上调整所达不到的效果 所以这节课以后我们所有的调整都会用这种调整图层的形式来进行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剪切图层 我们先把这些调整图层全部关掉 然后把鼠标移动到这两个图层中间 这时按住alt键 就可以看到这个光标成了一个向下的箭头 这就是我们剪切图层的标志 然后点击一下鼠标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成了这个样子 剪切图层就是上一图层 只会在下一图层所含像素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在我们这个图片中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圆形 只能在下面这个三角形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它不会超出这个三角形的范围 这就是我们的剪切图层 大家要记住剪切图层的下面一定是像素图层 而上面既可以是像素图层 也可以是我们的调整图层 举例给大家说明 我们现在把这个剪切图层先给取消掉 方法还是一样的 按住alt键 点击取消 然后打开我们之前的调整图层 可以看到这两个颜色又变了 现在我要把这个调整层也转变为剪切图层 这时既可以用我们之前的方法 也可以点击这个面板下面第一个剪切按钮 这时可以看到我们的调整图层 只会影响到下面这个红色圆形的图层 而不会影响到蓝色三角形和我们的背景图层 然后不论你在上面建立多少个剪切图层 它都只会对下面这个圆形图层起作用 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打开我们上面的调整图层 然后也给它选择剪切图层 可以看到它还是只能影响我们这个圆形的图层 再增加其他的剪切图层也是一样的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